縱容著喜歡的 討厭的 縱容著喜歡的 討厭的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一個 我很常會被學生問到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說 老師我唱歌的時候呢 常常會覺得我氣不夠 我是不是要去練跑步啊 練游泳 練肺活量呢 但是呢唱歌覺得氣不夠 其實不需要去練肺活量喔 你們應該有在公車上 或是捷運上聽過小朋友講話 或是哭 你們超涼 超大聲 哭超長超長 他們都不會累也不會沒氣 但是呢小朋友的身體這麼小啊 他們的肺一定不會比我們的肺大 所以肺活量也不可能比我們的肺活量大 所以基本上呢唱歌氣不夠 跟肺活量沒有太大的關係 而是跟聲帶的閉合有關喔 我們是吸氣進來 之後有肺部推氣 那這個氣流呢 經過位於氣管頂端的聲帶之後 發出聲音的 我們在說話或是唱歌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完全的把聲帶閉好 就會發出這個 嗚嗚的 嗚嗚的聲音 那這個狀態呢 其實就是氣一直在漏掉的聲音 你可以想像啊 要是有一瓶麥香奶茶 我現在如果把它從上面把它剪開來 我是不是輕輕一擠 所有奶茶會跑出來 但是呢如果今天只有用吸管 出一個小洞的話 即使我很認真很認真 它還是會慢慢漏慢慢漏 那聲帶閉合的程度呢 就跟這個概念有一點點類似 當我是這個狀態在講話的時候 聲帶沒有完全的必好 就很像是剛剛例子裡面那個被剪開的奶茶 我的氣呢就會大量的從中間的縫一直漏掉 一直漏掉 所以自然唱沒幾個字就覺得沒氣啦 因為全部都被我浪費掉了 所以呢 只要在練習唱歌的時候把聲帶閉好 就不會覺得沒氣囉 接下來呢 我要實際應用在歌曲裡面 那我們用小半這首歌來示範一下 它的副歌呢 是連續一長串的歌詞 常常會唱到一半就覺得沒氣對不對 如果我用聲帶沒有完全閉好的狀態呢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覺得很容易沒氣必須要一直換氣一直換氣 聲音也會感覺飄飄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把聲帶閉好了之後再唱呢 聲音就會聽起來像這樣喔 縱容著喜歡的 討厭的 從你的厭倦的 一個個慢慢暗黛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一口氣把它全部都唱完 而且音色是聽起來比較乾淨 比較扎實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唱歌或甚至是說話的時候 常常會覺得氣不足 其實不需要去練增加肺活量的訓練 而是可以嘗試練習把你的聲帶閉得更好喔 但是呢 這邊要提醒大家 聲帶閉合其實不是一個只有0跟1的開關 它比較像是一個光譜的區間 所以 自然會有閉得比較好 跟閉得比較不好的差別 那當然 你的聲帶閉得越好的話呢 越容易發出紮實有力的音色 氣也比較不會不夠喔 掃描骷擾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謝謝